4月20號是中國大陸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的53歲生日 身在美國的妻子耿和 自己動手製作了兩個音樂視頻短片 遙祝遠方的丈夫生日快樂 也表明中共的打壓阻擋不了家人的親情 和尊重人權的堅定信念 耿和表示高智晟自2014年8月刑滿出獄之後 一直被軟禁在陝北老家偏僻的小山村裡面 面對迫害高智晟並不屈服 軟禁中完成了中英文的2017起來中國 與爸爸給兒子講故事幾十萬文字的書 2017起來中國一書 還讓女兒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她一直想知道她爸爸為什麼 到底我爸爸愛不愛我 所以我們家女兒說 媽媽我從這本書裡我了解了我爸爸 我了解了爸爸 我能感覺到我爸爸對我們那種愛 找到了她父親要做這種事的力量 這種力量傳染給女兒了 讓我很感動 所以我說高智晟真是一個負責人的父親 在這麼遠 電話是長也不通 信息也不通 這種情況下把女兒給帶出來了 不久前 高智晟還完成了中華聯盟憲法草案 和2016年中國人權報告 新唐人記者谷新宇 周志明 旧金山灣區采訪報導